你好,今天我来给你讨论一下内幕交易可不可以合法化。 我们这两周的内容是咱们全年课程基础内容的提升和拓展, 而内幕交易可不可以合法化的问题就属于这种思维训练的好题材。 你一定还记得我们讲过的科斯定律, 它的含义是,一项资产,一项资源,无论开始的时候归谁所有,掌握在谁手里, 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它就会落到,而且应该落到那些更善于利用这些资源的人手里面。 因为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有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倾向, 谁用得好就归谁,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更低,谁就负有更大的责任。 这是我们在学习科斯定律的时候,获得的最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知识点怎么跟内幕交易的问题结合起来。 所谓内幕交易,指的是在股票市场上,有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工作关系, 由于他们职位上的特权,掌握了一些别人还没掌握的信息, 他们在这些信息还没有公之于众以前,就擅自利用这些信息, 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为自己牟利。 他们的盈利,就是别人的损失。 大家认为他们不应该利用他们的特权,做损公肥私的事情, 所以世界各国都有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 这些法律看上去,是非常合理,不容怀疑的。 但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四位创始人之一, Henry Manning,亨利·曼尼教授, 就对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提出了质疑。 而他所依据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复习的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不是说,资源谁用得好就归谁吗? 曼尼教授说,内幕信息就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他们原本就掌握在公司经理人的手里面, 所以内幕交易是否可以合法化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这些宝贵的公司资源, 信息的资源, 到底应该归公司的经理人所有, 还是其他人所有的问题? 给谁更合理的问题? 如果非要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的成本究竟有多高的问题? 曼尼教授指出, 如果禁止内幕交易, 经理人不能利用他们手上的信息来牟利的话, 那获益的人是谁呢? 很多人以为是公司的其他股东, 其实往往不是这样, 因为公司的股东往往都是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人, 他们不会频繁的, 甚至是高频的进行股票的交易, 而我们前面在介绍利息理论的时候已经讲过, 信息的传播是像闪电一样快的, 公司经理人不能利用这些内幕信息, 得意的只有那些像闪电那么快的短期吵架, 而不是那些长期持有股票的股东, 也就是说整部禁止内幕交易法案, 它的实际效果就是要把信息资源带来的好处, 从公司经理人手里夺过来, 分配给那些极短期的吵架, 这本身就不是格外的合理, 格外的有意义。 曼尼教授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 如果经理人可以随意地使用他们手头的信息的话, 那么信息的传播就会更为畅通, 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就会迅速地在股价上面体现出来, 减少外界不必要的揣测, 这反而能够使得股价趋于平稳, 不会出现不必要的大起大落。 曼尼教授提出的第三个观点是, 真的要实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 真的要把这个法律执行到位, 实际上非常困难, 成本高得不得了, 因为经理人偷偷地利用他们手头信息的办法, 实在太多了, 实在可以做得非常隐秘。 实际上, 现实生活当中, 违反内幕交易法的案例不算太多, 只不过是说明, 大部分的内幕交易都成功地逃脱了侦查而已。 我们看历史上的经典的禁止内幕交易的案例, 也能发现要准确界定哪些内幕交易是属于违法的, 其实并不容易。 一位企业经理, 他始终掌握着大量别人所不知道的公司的情况, 几乎可以断定, 无论他在任何时候买卖跟公司业务相关的股票, 他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到这些信息, 这算不算是违法呢? 不容易判断, 判断的成本很高。 我来给你举几个经典案例。 在KD Roberts & Co.案子里面, 有一位董事参加公司的董事会, 这家公司头三个季度都是以6块2毛5美元分红派系, 而这一次会议, 董事会决定以3块7毛5美元分红派系。 红利比过去三个季度大幅减少了。 会议结束以后, 秘书就把董事们的决定传给交易所, 没想到纽交所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才收到消息, 才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而其中一位参加会议的董事, 会议一结束, 就给他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把消息告诉他了。 而这位朋友是一位股票经纪人, 他帮他的客户抛掉了股票, 他的客户减少了损失, 但这位董事只不过是把消息告诉了朋友, 他自己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 法庭争论的要点是, 董事自己没有获得利益, 而那位股票经纪人显然又不属于内部人员, 这算是违反内部交易的法律吗? 另外一个有趣的案子发生在1975年, 有一家公司把他们的年报交给报社刊印, 为了防止年报的内容提前泄露, 他们故意把公司的名字事先隐去了。 但是那家报社的牌子工人, 拿到这份隐去了公司名字的年报以后, 就运用他自己在股市上面的知识, 推测出这是哪家公司的年报, 他赶紧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后来高价卖出, 赚了三万美元。 这个案子争论的要点在于, 被告人这位牌子工人, 是运用了自己的知识, 推断出还没有公之于众的消息, 他的行为算不算盗用了别人的内幕消息。 还有一个类似的案子, 是一位股票分析师, 发现了某家上市公司有欺诈的行为, 于是他就到处给人家做访谈, 在访谈的过程中, 有意无意地披露了这家公司可能有问题的信息, 结果消息不断地传出去, 这家公司的股票大跌, 但果然不久政府就封存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确实有问题, 但这位股票分析师也遭到了证监会的起诉, 说他事前披露了消息, 问题是, 这位股票分析师算不算是任何机构的内部人员呢? 1988年也发生了一件同类的案件, 有一家律师事务所, 受理了一宗公司并购的业务, 承接这笔业务的律师, 没有披露任何的信息, 但这位律师的同事, 发现了这家公司的人经常出入他们的办公室, 于是就断定这家公司一定有大动作, 然后他就不断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 最后果然这家公司宣布了并购的消息, 这位律师合伙人平时喜欢观察 哪家公司的人跟他们的律所有业务来往的, 就赚了430万美元, 问题是这位公司合伙人 有没有盗用未公开的实质信息呢? 这真的很难判断, 另外一个比较清晰的案件, 是华尔街日报案, 一位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专门写一个题目叫做《街谈相议》的专栏, Hurt on the street column, 但这位专栏作家提前把写好了, 但还没有发表的专栏内容告诉了他的朋友, 这位专栏作家自己从中获利了, 这个案子最后由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有意思的是, 法院4比4投票, 表示无法判断的究竟是否属于内幕交易, 但以8比0一致认为, 这属于偷窃行为, 这位专栏作家偷窃了本来属于华尔街版权所有的内容, 他被判刑两年, 他出狱以后还专门写了文章, 深刻地反省这一次教训, 你看这个案子投东西这个情节是清楚的, 但是不是属于内幕交易,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观点势均力敌, 举这些例子要说明的是, 真的要执行反内幕交易法, 困难要比我们想象的大, 曼尼教授于是提出了他的第四个观点, 那就是与其要帮助那些短期的吵架, 与其造成有效信息的不流通, 与其花费那么大的功夫来执行这样的法律, 不如就让经营管理人员有权拥有和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内幕信息, 并且有意地把这一点当作他们职位的福利之一, 这样的话, 他们就更愿意向股东的利益看齐, 把公司经营好了。 今天我给你介绍了曼尼教授认为内幕交易可以合法化的理由, 他的观点表面上离经叛道, 但实际上也是根据我们学习过的非常简单, 非常清楚的科斯定律而做出的。 今天我留给你的思考提示, 你认为曼尼教授的观点是否合理呢? 为什么? 欢迎你给我留言,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